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日所中讀的經文是 《馬大福音》二十四章 一到十四節 我會中讀《新日本》 《聖經》是這樣記載的 耶穌出了聖殿往前走的時候 門徒前來把聖殿的建築只給他看 他對門徒說 你們不是看見了這一切嗎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將來在這裏必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每一塊都要拆下來 耶穌坐在橄欖山上 門徒暗中前來問他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呢 你的降臨和這世代的終結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回答他們 你們要小心 不要被人迷惑 因為許多人要假冒我的命而來 說 我就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的人 你們要聽見戰爭 也聽見戰爭的風聲 你們要小心 不要警方 因為這事免不了的 不過結局還沒有到 一個民族要起來攻打另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要起來攻打另一個國家 到處都有饑荒和地震 這一切不過是痛苦的開始 那時人要把你們送去受苦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要因我的命被萬民恨惡 那時許多人會失去信仰 彼此出賣互相恨惡 也有許多假先知出現 要迷惑許多人 因為不法的事增加 許多人的愛心就冷淡了 唯有堅引到底的必然得救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然後結局才來到 多謝主的說話 多謝祂的提醒 鼎子妹平安 我們今早一起來敬拜 是神指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一起來思想一段的經文 就是剛才我們所讀的那段經文 請大家再一次打開聖經 我們一起來看著 聆聽神自己的說話 是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剛才讀的時候 我相信頂姐妹都會留意到 這道主耶穌說的 是他末世再回來的時候 很多的景象和喻笑 其實這段聖經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主耶穌的講論裡面 罕有的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是記載了他比較全面的大量的 深入的 講到他將來再來 即末世的時候 一些的景象和預言 在這方面 在聖經當然最多的是記載在啟示錄 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有記載 但是比較零碎的 集中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回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亦都保羅 如果你說保羅的書信裡面 通常我們說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貼薩羅尼加前書 尤其是第五章 或者我們看他的 哥林多前書的第十三章 十五章 對不起 在這個經文裡面 今天我們用少許時間 一起思想這段聖經 這段聖經是不容易理解的 因為講到將來的事情 首先門徒很難理解 到今天我們都很難理解 那看看當中 比較一些複雜一點的地方 但是本身很有很深刻的意思 好 我們一起來看 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我們主耶穌在什麼情況下 講出這一段這麼長這麼深入 關於他再來末世 將來所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多多少少 是被這幫門徒的無知 引發他說的 所以耶穌在這段聖經 雖然很短 剛才如果心水清 你讀的時候 留意到 短短的這一段 剛才只不過在開場白裡面 講了三次 叫他們不要被迷惑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 用門徒來開玩笑 但是門徒也挺猛的 看看怎麼猛 因為耶穌什麼時候 是講這段聖經呢 就是在二十三章之後 門徒問耶穌的問題 他說 師父 請你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 你降臨和這世代的終結 有什麼預兆呢 待會我們研究一下 這次聖經 其實問了三件事 但門徒不知自己在問什麼 但是最令耶穌感觸的 就是這門徒真的不相信 我用這個字眼 為什麼呢 你看二十三章 耶穌在說什麼呢 就是二十三章 耶穌在聖殿裡面 和他那些 民事快樂錯人 那些敵黨的人去辯論 而且耶穌發出 可以說前所未有嚴厲的 對他們的警惕 和對他們的策麻 你看二十三章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不詳細看 就是說耶穌基督在聖殿裡面 受到這一班聖殿的 即是說民事快樂錯人 當時的宗教領袖那種的攻擊 攻擊得很厲害 主耶穌很大膽 因為他在在世日子都不太多了 所以他很大膽地 將他對於這些的錯誤 這一班人的罪惡 來斥責一番 心情真的好不好 是吧 好了 然後他們就離開聖殿 因為二十四章一開始 耶穌出了聖殿 你明白嗎 那個場景是耶穌說 離開聖殿 一肚火 心裡面很難過那些人這麼硬心 為什麼這樣 來對神自己來到這個世間的尼賽亞 然後呢 聖經說 往前走的時候 門徒前來把聖殿的建築 此給他寒 那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說 我相信門徒不是說 哎 師父 這間東西叫聖殿 我都不是這麼說的 是吧 使他們說嗎 耶穌知道的 三聖在裡面 出來 那你指他看什麼呢 我相信 大部分的 可能 我想應該百分之九十幾的可能性 就是門徒說 你看這間聖殿多美 是吧 有沒有好看呢 這麼熟 當然說這間聖殿很美 這間建築給你看 哇 多輝煌 就是我剛才說那幫門徒不生性 耶穌剛剛才激到 真的 什麼 心都淡了 他們 一走出來門徒說 哇 多美 所以耶穌有時候很大的感觸 在這一陣子很大的感觸 就說了一句語言 從那天開始 那一段開始 就說了一個語言 他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些一切嗎 就是說 哇 這間聖殿很美 但是我實在告訴你 這裡再不會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面 每一塊石頭都要拆下來 耶穌不是一肚火就爆脾氣 就罵 就說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有他的語言的意義在這裡 今天我會和大家說少少語言 我不想給大家的感覺 或者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對號入座 這個已經認諒了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想大家看見 今天或者昔日 耶穌所說的說話 不是憑空說 然後我們再把它轉到我們今天 對我們有什麼意思 好嗎 所以兩方面 我努力在短短的時間裏面 是做了這兩件事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 耶穌他的語言 絕對不是憑空說的 更加不是 一時生氣起來 就說你看看 你說這間聖殿 這間聖殿 有一天沒有一塊石頭 在石頭上 都被人拆了 就好像很晦氣 這樣 但如果你看回歷史 幸好今天我們已經是二千年後 我們看回歷史的時候 這句說話 絕對不是一種晦氣的說話 如果你看歷史 你就會知道 最有意思的就是 這間聖殿 是何時被人拆的呢 讀過著學的 那些弟兄姊妹都知道 是吧 公元後七十年 公元後七十年之前的四年 當時的猶太革命黨 我們叫做 即是憤怒黨 或者加起來 其他的革命黨 就佔據了耶路撒冷 對抗 想獨立對抗羅馬的政府 當時羅馬政府 於是最後 在公元七十年的時候 羅馬政府就派了當時的大將軍 叫做提多 提多 後來提多就散了為自己做了皇帝 這個是後話 提多就去攻這個耶路撒冷 當然 這個是一個很慘烈的戰爭 我們不需要說 最後哪天救羅馬人打 這些猶太人革命的黨 所以最後就攻入這個耶路撒冷城 提多本來歷史說 按照若瑟夫當時的猶太的歷史學家 所記載 提多本來都說 算了 立到去我搶回地方就算了 但是他的手下就不知為什麼 總之有可能一個溝通的問題 於是走進去就殺了很多人 事實上是 形容當時 若瑟夫說 血流成河 但還有一件事 那些不知是因為打了那麼久 所以那些羅馬兵 就一把火就燒成 一把火燒成的時候 就把那個聖殿都燒了 當時聖殿燒到 形容就好像一個火爐一樣 那些火燒得很厲害 於是整個聖殿都燒了 整個聖殿都燒了 因為這樣也不會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外一塊石頭上面 但是燒了之後 大將軍提多也開始想想想 不是很對勞 因為這個聖殿裡面很多寶藏 有金器有銀器 有很多這些 當然那麼漂亮 還有就算那些門檻那些 那些很多都是有金在那裡 那你一燒 那又怎麼樣 融了 那便流到那些石欄那裡 沒有了 於是提多 就是下令 叫士兵每一塊石頭 和一塊石頭之間要撬開它 挖回那些融了的金或者銀出來 於是就應驗了主耶穌所說 很特別的一句話 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外一塊石頭中間 是不是很精彩 我們的主耶穌說的時候 門兔他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主耶穌所說的是公元後七十年 當時大概公元的三十年 所以四十年後所發生的事情 主耶穌看到 今天我們看這個預言很特別的 我們主耶穌的心 好像在天上面看下來 門徒在下面看的 所以門徒看的東西不清楚 並且這些東西混在一起 主耶穌說的時候 亦都是將到不同的時期所發生的事情 一次過這樣將它等在一起說 那你說主耶穌你這樣找來搞的 那不是啊 你不要怪主耶穌 因為門徒問到亂了 為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的那句第三節 門徒開始就不明白了 耶穌說了這段說話的時候 他說第一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 這些事就是 剛才耶穌所說的 沒有一個石頭 在一個石頭上面的聖殿 這件事呢 如果耶穌直接回答 是公元後七十年 是四十年後之所發生的事 但是門徒又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再加上你的降臨和這世代的終結 你明白嗎 他自己搞錯 他們自己不知道是什麼 於是呢 就以為那些是 於是說你再回來的時候 這個世界的末日 這裏一說呢 其實他在問一個 就是二千年後都還沒有發生的事 大家明白嗎 那所以呢 那會有什麼預兆呢 就是說那些事情發生之前 會怎麼樣呢 這個變成 那些門徒一問 就問了三樣東西 第一 聖殿什麼時候會發生 公元後七十年 應驗了 今天我們回看 第二 你將來再來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 來之前會是怎麼樣 那些門徒很複雜 但其實他都自己不知道在問什麼 那麼耶穌你問 如果你是主耶穌 我不知道了 你怎麼回答 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班人 就是我們今天呢 就是 不是說門徒不行 就是門徒 不是很生性 那所以呢 我們說呢 主耶穌回答的裡面 是比較複雜了 你看見 所以 二十四章最難解釋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說聖殿的語言 什麼時候是說末世的語言 主耶穌是跳來跳去的 那麼我們剛才說呢 那麼這一段聖經究竟是 遇兆是怎麼樣 我們就只講這一段而已 因為今天呢 我們的時間有限 就是說 這些的世界的結束之前是怎麼樣 按照我們一路看第四節 一路看到十四節 剛才我們所讀的這十節聖經裡面呢 主耶穌所說的呢 大半 主要我相信呢 我們相信呢 祂是講到祂再來 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所顯出來的預兆會是怎麼樣 所以主耶穌說末期還未到 但未到之前會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聽得明白嗎 好 那時候呢 究竟剛才我們所讀的這些的預兆 包括了些什麼 我們就要呢 稍為呢 將它呢 綜合來看一看 然後呢 我們又不是說要對號入座 哪些應驗座 不過有些事情呢 我忍不住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可以代表是我自己一些的理解 但不一定 凡是關於預言的 千萬不要相信一個人的解釋 好嗎 我可以這樣去想像 不過呢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們說 耶穌基督這個預兆裡面 有幾樣的特色的 第一 教會信徒會有困難 這個困難是來自迷惑 在信仰上面的後退 普遍有信仰上的後退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迷惑 還有呢 因為不法的事增多 很多人的愛心 就冷淡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會有什麼呢 是外在的環境上面 濟雨上面的災難 因為呢 它說會見到什麼呢 是很多的天災 那就是 第六節和第七節 有打仗 然後呢 有飢荒 有地震 這些是外來環境上面的災難 第三 就在我們信徒相信的人的身邊的人 都因為信仰的緣故 對我們有所排斥 甚至有迫害 這個呢 就是第九和第十節 是吧 很多人要將你們送去受苦 殺害你們 你因為我的命被萬民恨惚 很多人要出賣信仰 互相恨惚 這三樣東西呢 我相信呢 就是當時 與耶穌所說的三個特色 那這三樣的特色呢 有些弟兄姐妹一看就說 那這裏呢 時常都會發生的 是的 在歷代都會有發生的 甚至呢 甚至呢 在這個 聖殿被毀 公元七十年之前呢 都有這樣的事情 基督徒都被人去迫害 那就 但是呢 有些學者都特別留意到的 那地震 飢荒呢 似乎在那幾十年就不多 第二呢 打仗都不多 那幾十年呢 就是耶穌講了之後 到了聖殿 那四十年左右呢 是羅馬的整個 就是帝國呢 都算很穩定 沒有什麼特別的戰爭 那所以那些戰爭 飢荒 地震 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似乎又不是完全 在公元七十年之前 發生的語言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說主耶穌所講的語言呢 就是一個 整體的歷史上面的語言 大家明白了吧 不是單單就是 有些學者就很狹窄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看了不少的研究 很狹窄的 只是說耶穌講這裏 全部都在講 就是聖殿的 不是在講將來的 我覺得耶穌是真的在講將來的 那當然你說 門徒信徒會被迫害 那這個就一直都會有了 那就算公元前的七十 即公元後七十年之前 都會有發生 對於我來講呢 我想跟大家講 我自己一直看的時候呢 我不是想對號入座 但是你說歷代都會發生這些事 災難 信徒的迷惑 假的信仰 還有那些被人迫害 因為信仰的緣故 這些呢 在歷史上面多次發生 但是有兩件事呢 有兩句說話呢 我們一路閱讀的時候呢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一些的感受 體會 有兩句說話呢 耶穌講得比較奇怪 奇怪也這 即不是單單是一種語法上面的 重複 而是耶穌為何會無緣無故 我們知道主耶穌講話 當然不會無意思的 這兩句說話 我想跟大家拿一點時間來看看這兩句說話 第一句說話 他說 你們要 第六節 聽見戰爭 和聽見戰爭的風聲 另外一句說話 就是第七節 一個民族要起來攻打另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要起來攻打另一個國家 那 這裡有些 在普通的語法上面 不需要的重複 你們會聽見有戰爭 那就夠了 需要再加多一個戰爭的風聲 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 有一些 周圍都在說 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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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留言 就是rumor 留言 那打仗 就打仗了 用不著特別強調 這個戰爭的留言 第二 戰爭當然是國攻打國 為什麼無緣無故加上文攻打文 或者是一個族群 這個原文的意思 是一班族群打另外一個族群 但這件事呢 我不相信主耶穌是隨口說的 如果你問我 我讀歷史的人呢 看回頭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特色 之前當然有戰爭 但戰爭很清楚的 打仗 那就打仗了 終日打仗 打仗了 大家都知道 要不要留言 又打仗了 又打仗了 這裡可能打仗 那裡打仗了 為什麼這麼不穩定 周圍都有人在打仗呢 我相信呢 以前的戰爭 和現在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打仗呢 是周圍都可以發生的打仗 正如一個禮拜前的倫敦 那裡打仗 它不是以哈克 或者是敘利亞和英國打仗 而是你發覺 在所有可能的地方 你想都不想到的地方 就有輛車衝上去 就要撞死人 那些地方有個炸彈爆炸 跟你一起同歸於盡 就是說呢 戰爭 這種鬥爭 戰爭的鬥爭 變成是每天我們聊天的內容 來的 不一定有什麼大的戰爭 國和國的戰爭 國和國的戰爭已經變質了 國和國的戰爭很清楚的 以前美國和蘇聯打仗 就是中國和日本打仗 這些是很清楚的 國與國的打仗 所以再加多一句 也是很奇怪的 族群和族群要鬥爭 族群要起來攻打另外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什麼意思呢 到今天21世紀 我們才明白 以前是很少這樣的情況 現在大部分的戰爭 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有沒有留意 他不是國家打國家的 是民族自己打 你在非洲就看到了 所有互相殘殺 甚至屠殺的 都是自己的民族 是不是 一個種族打另外一個種族 不是國家打國家的 在中東也是這樣 在歐洲也是這樣 在東歐也是這樣 在亞洲也是這樣 大部分的戰爭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北韓打南韓的 你明白嗎 不一定要打日本的 是自己的族群打族群 戰爭是無所不待 無處不待 所以我們每天都有戰爭的留言在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些恐怖的行動 恐怖主義的行動 就會臨到你和我身上 有時在倫敦 有時在歐洲 有時在印尼 有時會去了美國 某一個城市 想都想不到 我自己在幾個禮拜之前 在德國 大家一段很小的新聞 已經多到沒有什麼人說的了 那段新聞其實是發生了的 就是在一個叫做海德堡的城市那裡 我們那時候剛剛在那個地方 有個人就拿著一輛車 衝衝去市集中心那裡 就傷了幾個人 就撞死了一個 站在那個麵包舖前面的阿伯 那你說這個不熟 因為我就在海德堡 就在二百馬島之外的地方 就是那個時間 本來就約了一個中國學者 就是站在那個麵包舖的檔口前面等的 我跟太太說感謝主 說是神救了我的命 那那個阿伯是我來的 中國阿伯 原來撞死了一個 那就是我 就是因為那個學者說我不行了 我遲一點 就是遲了那半個小時 我就不是站在那裡等他 那裡我們還有其他還有一個家庭 是推著BB車的 你明白嗎 那裡跑不掉的 拿著人就可以閃 BB車是跑不掉的 撞過來是我的 就是你突然間第一次這麼接近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你明白嗎 每時每刻都有這個 這個我相信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想說 那這段聖經 我時常都說 主耶穌隨時都可以回來 不過真的近 是很近 你問我的心 我說是很近 因為這些耶穌所說 這麼奇怪的說話 是21世紀才有的 以前都不是這樣 這個我想 和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想說的話 主耶穌所說的語言 是說得很長 很闊 門徒都想不到 他離開世界的之後 之前都見不到這些事情的發生 但是今天你和我 可能在在生的時候 都會見到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主耶穌基督末日 或者是結局來到的情況 不過我想再講更重要的 不是只是講這些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想講更重要的 那就怎樣呢 更加重要的 我們應該用一種 什麼的態度去面對 第13和14節就講了這件事 當我們面對我們人生 有這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聖經說我們要忍耐到底 然後第14節 要將天國的福音 傳揚遍天下 然後日子就到了 這個不是條件 這個不是條件 神要定的日子 我們做到多少 他都會發生的 記住 不是我們 我們傳慢一點 他就來慢一點 不是的 不關你的事 不過你自己沒有份 你明白嗎 你自己是失敗 這個是另一回事 但是有兩樣東西 我們要堅忍到底 和將福音傳遍天下 是什麼意思 堅忍到底 大家就會明白 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所面對的 就是每天都有這些 這樣的攻擊 戰爭的危險 然後災難的發生 周圍的人 因為我們的信仰 我們不需要再重複 一些具體的例子 因為我們的信仰 做基督徒是越來越難的 不用說了 我們都明白的了 那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的真正提醒 我們自己要做的是什麼呢 很清楚 聖經告訴我們 這裏都是 我們一聽就會明白了 要見人 是不是 不要放棄 不要說 哎呀這麼難做 我不做了 啊這麼難做基督徒 這麼危險 我放棄了 不是 我們要更加相信 神在這裡掌權 但這個需要很大的信心 當一切所發生的事 都好像不如我們所希望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對神那種的主權 對神的信心 對神的信任 對神的能力和愛 不發生動搖 這個就是我們 一個很大的挑戰 平常沒事的時候 你又說神啊你真是愛我 神啊你真是偉大 用什麼而言 但當周圍的人都逼迫你 當你面對人生的危險 天天都會發生 戰爭的聲音 戰爭的留言 你自己隨時都可以 沒有了你的生命 你見到這些一切發生的時候 你仍然相信神在這裡掌管 這個是需要很大的堅忍 和信心 到底 不放棄 OK 當大家都見到 這個世界這麼亂 不發的事 越來越多 就愛心冷淡的時候 我們仍然堅忍我們 對神的信心 和對人的信任 和愛心 這個是很自然的 不過 留意哦 聖經沒有停在這裡 堅忍 那就夠了 為什麼還要加上 將福音 好消息 傳遍天下 這個就很有意思 不是單單是被動的去堅忍 聖經提醒我們 還要去將這個好消息傳出去 是什麼好消息啊 這個就是神在我們 身上所經歷到的救恩 和奇妙去傳出去 為什麼你可以傳啊 我相信呢 如果你問我心底裏面 或者門徒都要問的問題 那為什麼還要傳啊 怎麼傳到啊 忍到都算好了 是不是 但是神在主耶穌那個挑戰裏面 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困難 你堅忍 所以才更加需要傳 和能夠傳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困難 等於我想說到這裏 你心裏面還是還有些 不明白的 但是我想跟你說 你說出來是什麼呢 為什麼 主耶穌來之前 我們要這麼慘呢 為什麼神要施展大能得性的之前 要有這樣的日子 這麼慘呢 如果你問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這些這樣的日子 我們面對很大經驗上面 信仰上面的挑戰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挑戰上面 被迫的訓練 掙扎 站立得穩 堅忍 我們經歷到 原來這些打不到我們的 然後我們就拿著這些 我們能夠體會到的 神自己奇妙 就告訴那些 同樣在這個災難的世代裏面 周圍的人聽 這個就是福音 福音傳開 不是因為說信耶穌 有好處的 不是的了 信耶穌得永生 顿耶穌得水牛 這些已經過時的了 這些不是真正的福音來的 真正的福音就是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和你一樣 我們都在很困難的日子裏面 甚至我們給你的迫伯更多 因為我們的信仰的緣故 但是我經歷到神自己 那種的真實奇妙 和愛是沒有改變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福音了 這個是福音 所以我們要傳福音 之前要受這些的訓練 有時候是無可逃避的 不是神拿我們來開玩笑 要祭下我們 練下我們 而是真的 這個就是福音的力量 求主連問我們 這一段聖經提醒我們 他來的日子近了 主耶穌 不過來的日子之前 我們 預了要面對這些的挑戰 不過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挑戰 我們有福音講 是不是 沒有這個日子 我們可能沒有這些福音講 會變得很膚淺 但有些日子 感謝主如果我們能夠堅忍到底 我們有福音講 求主連問我們 一起祈禱 好 主我們的神 我們多謝你 主耶穌基督我們昔日 門徒不是很明白怎樣問 但是你說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說話 主要我們不敢再批評門徒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圓会 我們求你自己同樣的練問我們 讓我們在你自己的預言當中得到警醒 並且在你的提醒當中 我們願意走上這條你來之前必然會走的路 主要我們願你快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你來之前 我們要將你的福音傳揚出去 就是因為你的旨意本來就是這樣 求主連問聽我們討告 我們要聽說 不幸福音樂 不幸福音樂 神祖基督,神祖基督,神祖基督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